2022年 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奖励瑞典科学家 进化遗传学权威斯万特帕博 表彰他对已灭绝古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演化的发现 正如一个小孩会问父母自己是怎么来的 作为这个星球拥有高度文明与智慧的动物 人类一直都在追问 作为一个群体 人类是如何诞生并发展到今天的 从古到今 关于人类的起源与演化 人们提出过种种猜想 也试图给令人信服的解释 在科学家试图还原人类演化历史的过程中 进化遗传学家斯万特帕博 斯万特帕博不仅绘制出人类的 近亲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突破 还为古人类的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方法和技术 比如古DNA超镜实验室 利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 研究古人类和其他古生物 这使得古人类学研究 增加了一个全新而重要的视角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 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 古遗传学Paleugenetics 2016年9月初 斯万特帕博博士来到北京参加在中科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举行的 人类演化与适应生存方式 学术交叉研讨会 以下是他接受采访的大致内容 能介绍一下你实验室正在做的工作吗 我们正在做的与之前的项目属于一个系列的工作 我们早先对位于西伯利亚丹尼索瓦洞 Dinosava Cave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 进行了高质量的测序 它的质量甚至可以和现代人基因组的数据媲美 现在我们测序了温迪加洞穴 Vindiger Cave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 也做到了同样高的质量 温迪加洞穴位于欧洲南部的克罗地亚 所以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得到欧洲本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 因此我们可以开始回答以下问题 这两个尼安德特人 谁与对生活在今天的现代人群基因 有贡献的尼安德特人更为接近 很明显 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更为接近 我们正在分析这个基因组 诸克罗地亚的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的信息 并在上上周把数据上传到了网上 这样全世界的任何人都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它 所以 大家现在可以把整个基因组下载下来 和已知的现代人群的基因组进行比较 这是我们正在做的一个项目 第二个 我们也打算研究更多样的晚期尼安德特人 尤其对45 000至40 000年前的晚期 尼安德特人感兴趣 他们可能会在这段时间遇见早期现代人 我们想知道 是否能够找到直接的证据 发现其祖先与现代人 发生基因混合的尼安德特人 我们已经发现一些早期的现代人 是尼安德特人的近亲 也知道尼安德特人 对现代人有基因贡献 但如果换个方向思考呢 针对晚期的尼安德特人 早期的现代人 对他们是不是有影响 混血的小孩 是不是也会在尼安德特人的社会里生存繁衍 在遗传学领域 除了你的实验室 世界上还有其他的实验室 研究尼安德特人吗 有 但并不多 我的意思是 其他实验室发表的论文不多 哥本哈根小组 发表过一篇关于线粒体基因组的文章 我之前的研究生 Yohannes Cross 诸 Cross 曾是帕博的博士研究生 是解析已灭绝的尼安德特人 和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研究团队的 最重要成员之一 现为德国马普协会 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所长 图宾跟大学考古鱼骨 基因组学研究所荣誉教授 可能发表了一篇 所以 在尼安德特人领域 我们几乎已经做了所有的东西 为什么研究尼安德特人的实验室不多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 我们最早开发技术 专门研究尼安德特人 而且我们专注于做尼安德特人 另一个是 尼安德特人工研究的海骨 也不是太多 我们是真正的致力于 开发最困难的技术 研究骨人类的遗骸 在技术上非常难 因为你很难区分出哪些是污染 哪些是你真正要得到的DNA 我的意思是 研究古代的哺乳动物时 如果你找到了一段 类似大象的基因 你就基本确定找对了 但如果你研究的是 古人类的遗骸 比如说尼安德特人 当你发现一些 类似人类基因的DNA序列时 你很难知道 这到底是现代人类的DNA序列 还是古人类的DNA序列 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地改进技术 将我们能够测到的化石年份向后推进 我们今年1月 发表了世界上最古老人类的核DNA序列 正是在西班牙发现 距今430 000年的早期尼安德特人 在研究尼安德特人的过程中 从开始到现在 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最让我惊讶的是 尼安德特人和我们的祖先发生了融合 对我们的祖先有基因贡献 更令我兴奋的是这一事实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身上 存有我们近亲的基因 如果将地球上所有的人类 视作一个整体 从演化上来说 我们最近的亲人 就是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 因此 我们可以研究今天 每一个人的基因组 看看我们共有 而尼安德特人没有的基因是什么 我认为这是对未来更重要的东西 现代人和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 以及其他灭绝的人群不同 他们开始发明技术 比如工 人口的规模也开始变大 尼安德特人在某个时期 可能有成千上万人 其他已经灭绝的人群也是如此 而现代人 从过去的几百万最后发展到今天的几十亿 这是他们的命运 截然不同的一个地方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 有助于我们找到现代人 与他们结局不同的原因 我认为这也是关于尼安德特人 最重要的东西 尼安德特人灭绝了 而现代人存活并继续反映到今天 是因为我们更幸运吗 如果 幸运 这个词指的是偶然的话 我认为现代人生存下来不是偶然 因为不仅仅是尼安德特人灭绝了 丹尼索瓦人也灭绝了 弗洛勒斯人也灭绝了 在距今四万年以后 就没有其他形式的人类存在了 这和现代人类的行为是有关系的 而不是偶然发生的 现在还不知道原因 不知道 但我认为可能与现代人发展文化和技术的能力有关 尼安德特人存在的年代是什么时候 啊 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我们对尼安德特人还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 身材高还是矮 骨骼的特征等 这些都是可以讨论的 到目前为止 我认为最古老的尼安德特人是四十万年前出现的 最晚的可能是二十四万年前 但具体取决于怎么定义 尼安德特人的出现是一个积累连续的过程 不是说一瞬间 Bang 所有的特质都出现了 除了尼安德特人 你还研究什么 哇 还有很多呢 这十年来 我们的经历主要放在了人类进化上 我们之前也研究过灭绝的动物 比如蒙马象 图兰 Ground sloths 带狼 Marsupial wolves等 但我们后面就集中研究人类进化了 一方面是重新得到古人类的基因组 另一方面是研究现代人特有的突变 通过将这些突变 引入人的诱导多能干细胞 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 也就是将细胞变回我们的祖先的状态 然后观察表情 或者在实验室的小鼠身上观察 这些突变发生以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你们如何做到在老鼠的身上表达现代人类的基因突变 并得到这些基因的功能 一些基因和蛋白 在人类和小鼠之间演化上很保守 如果人类身上的某个蛋白发生变异 同时这个蛋白在小鼠中很保守 我们就可以通过小鼠研究这个蛋白的功能 其中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将来我希望可以实现在小鼠身上建立起古人类中的一整条通路 或者把整个系统的一些组成部分换成类似古人类的 比如说如果有一系列酶共同发挥作用 可以把小鼠中的这些酶都换成人类的 这样这只小鼠在某些生物学方面的表情就会类似人的 我们已经研究了一个叫做FOXP2的基因 我们将人类身上FOXP2特有的两种突变放在小鼠身上 观察小鼠的变化 发现这个蛋白质看上去有可能与人类的语言能力相关 这是这个蛋白质的功能之一 这个基因突变影响到了老鼠的语言功能 是的 当我们把在老鼠体内引入这两个突变后 老鼠发出的声音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而且它学习的速度在提高 因此 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研究老鼠理解人类身上的变化 当然 这个过程很复杂 毕竟实验的对象是老鼠而不是人类 尼安德特人身上也有FOXP2的这两个突变 这是否说明 尼安德特人拥有像现代人类一样的语言能力或学习能力 我们不知道 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来看 我们知道尼安德特人拥有这两个突变 但是影响语言或发音的因素可能有很多 我们目前并不是都很清楚 因此 我们并不知道这两个基因突变到底会对尼安德特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研究古DNA最令你激动的是什么 某种程度来说 是我们能够回到过去 通过自己的技术解密古人类的遗传信息 在此之前 我们能做的只是研究现代人的DNA序列 使用不同的模型 猜测其背后的意义 现在 我可以真的回到过去 检测过去的信息 而且经常会有惊喜的发现 过去可能会比你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例如 巧妹研究了冰川时期 欧洲人群的迁徙过程 而此前你并不知道这一过程 它只是考古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的一个猜测 而现在你可以找到答案了 你们实验室检测过的 最早的人类的DNA是什么 我们检测过的 最早的古人类DNA 是生活在43万年前 在西班牙胡色列骨 Simo de los Hussos 发现的 43万年 是你们实验室能够检测到的最早的古人类DNA 其他实验室呢 最古老的DNA 我觉得可信的是 生活在70万年前的一匹马的DNA 它是在加拿大的冰冻土层发现的 并一直持续处于冷冻的状态 哥本哈根一个实验室做的这个工作 你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论文声称能够做到几百万年前的DNA 但是我认为他们都是错误的 为什么 古DNA研究有时间限制吗 如果要我说一个极限的话 我不知道 但我觉得大概在百万年左右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DNA在一定的时间节点之后 就没办法继续保存了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 40万年前的DNA 已经让我很惊讶了 我可能还会再惊讶一次 看到更早的DNA 但是我认为 自然界的永久动土 也不能把DNA保存百万年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今天的现代人身上 有1%至2%的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贡献 科学家们已经知道现代人的起源了吗 哇 如果一直往前回溯的话 人类和类人猿 猴子等哺乳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 而现代人作为一个群体 在骨骼上和今天的人类区别不大 10万年到20万年之间 他们最早出现在非洲 然后扩散到世界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 他们和其他的群体或人群混合 比如尼安德特人 丹尼索瓦人 除非洲和多地起源是关于现代人起源两个不同的假说 在媒体的报道中 似乎呈现出一个相互掐架的状态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吗 这样的掐架 是媒体制造出来的假象 实际上 这就像是碳14的测年方法 它可以让你从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发现中获取更多信息 知道其他的测年方法 比如有土测年无法得到的信息 我们要看到数据呈现出现的信息 不能一开始就觉得有着两种假说 要么这个要么那个 肯定有一个是对的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拿现代人类起源这个问题来说 古DNA的方法 揭示了更多 根本没人想到过的问题 它清楚地显示出现代人不仅仅来自于非洲 因为我们体内也有来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但是在我们发现之前 我想没有人认为 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或澳大利亚人身上 能找到尼安德特人的基因 因为根据连续性假说 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只应该在欧洲发现 所以这一发现 真的根本没有基于任何之前的想法 数据也有可能推翻以前的一些假说 某种意义上说 分子遗传学家的长处是可以根据数据判断 好的研究不需要 也从不从试图证明一个假说入手 你看到数据显示的东西 然后试着提出一些模型 解释你看到的变化 古DNA技术在不断改进 古遗传学 Paleogenetics这个领域 也有了越来越多的成果 研究古人类对考古学家的需求 是不是没有以前多了 不 情况恰恰相反 我们需要考古学家 找到材料进行我们的研究 不是吗 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考古学家 或者可以这么说 我们只是需要一些特定的考古学技术 比如在取样本做DNA研究时 要如何避免处理样本时 引入现代DNA的污染 但是 我们对考古学的需要是增加的 而不是减少 有人认为对于研究古人类来说 古遗传学的技术可能更先进 因此比考古学的方法更有优势 您如何评价这种意见 这就好比说 探测年技术出来的时候 给考古学带来了许多变化 但这并没有让考古学变得不那么有趣 实际上 考古变得更加有趣了 因为你可以从考古学家发现的东西上 得到更多的信息 现在 古DNA技术来了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技术 从考古学家发现的材料中 得到更多的信息 而这让考古变得更有意思 我们是在考古学家发现的基础上 做出发现的 如果没有考古学家的发现 我们什么研究都做不了 现在世界有很多 做古DNA研究的小组 比如丹麦的Escrement Sleep小组 美国的David Reich组 澳大利亚的Allen Cooper小组 古DNA研究这个领域的竞争 是否很激烈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一切 看成是竞争上呢 我们一直一起工作 合作 比如我们和David Reich小组合作 一起发表了很多文章 我们依靠彼此 你不必把这些都看成是竞争 越来越多的小组一起研究古DNA 这是一件好事 在我看来 这个领域从开始到现在 出现许多优秀的团队是件好事 20年前 有许多发表的东西 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 这让人感觉非常糟糕 我在我的书中 曾经提到过这一点 我曾有过一种感觉 我们可以信赖的 可能只有自己的结果 其他人发表的结果 可能都是错误的 今天依然有错误的工作 发表出来 但是你提到的 那些研究小组都很优秀 发表的都是非常不错的结果 你认为错误的东西 比竞争还要让人沮丧 我当然认为已发表的 很有说服力的东西 被证明是错误的话 那是非常糟糕的 一些优秀的小组 发表好的东西 也是非常美好的 我当然也知道 如果有人和你 恰好在同样的研究 可提 而且他先发表了 你也会感到恼火 但是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因为这个领域 有太多太多东西可以做 你和哈佛医学院 David Reich的实验室 合作非常多 媒体也经常报道 你们两个团队 你如何评价 你和Rick实验室的合作 我们两个实验室 各有所长 他们 Rick实验室 在群体遗传学 和分析数据上 很有优势 我们一起合作 一起分析了 第一个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 他们在数据分析上 给予我们帮助 我们在古DNA的技术上 帮助他们 当然 两个实验室都是独立运转的 关于东亚现代人的起源 有一些猜想 有人说是在东亚的现代人 来自非洲 然后迁徙到东亚 有人认为东亚的现代人 是由东亚的直立人 连续进化而来 如果遗传学的证据 显示东亚现代人的祖先 来自非洲 这是否会有损中国的文明 我想了解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并不需要遗传学 这里有文字的记载 有文化的证据 文化的历史不是遗传学的强项 我虽然不是很了解中国的历史 但是这个问题放在欧洲历史 也是一样 比如 我来自北欧 当我来到希腊 站在那些古老的神庙前 不由赞叹 欧 那是民主的起源 那是建筑的起源 我感到这就像是我生命的起源 但是我自己的遗传信息 并不来自于希腊 我的祖先也不是来自希腊 但是这并不重要 文化的历史才更重要 大部分的文化与文明起源于古希腊 但在研究历史的时候 必须非常小心 真正的文化不是由DNA决定的 不是由分子决定的 对不 是不是可以说 对于民族而言 文化是更重要的因素 而不是遗传信息 当然 民族是属于文化范畴的 我的母亲 祝 帕伯的母亲 为爱沙尼亚人 二战期间来到瑞典 我出生在瑞典 我也认为自己是个瑞典人 但是往前属一代人 我的DNA并不在瑞典 所以 文化更为重要 历史上人类各个方向的迁徙 都会产生基因流动 比如 去年德国接纳了 超过100万来自中东的移民 但这不会改变所谓的德国文化或文明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关注这样的问题 目前的研究过于强调基因 历史久远的尼安德特人 或者现代人起源的问题研究 我们缺少文字的记载 文化方面的研究证据 比如石器 也不多 石器是能够体现不同种族特征的研究内容 而对于近几千年来的人类迁徙历史研究 遗传学证据 能够阐明的只占很小一部分 而且也不是最有趣的部分 如果你研究埃及 可以找到有文字记载的材料 通过阅读古埃及象形文字 了解关于法老的历史 这可能会有趣得多 刚才我们谈了您自己的研究 那么您与中国的合作怎么样呢 比如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IVPP 或者与傅巧妹的合作 我很高兴巧妹回到了中国 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实验室 拥有做这些工作所需的所有技术 并且做得相当不错 我认为在中国有个同一领域的实验室 能跟我的实验室做得同样好 会颇有成果 能告诉我一些您的合作计划吗 我的理解是 我们实验室的强项是开发和改进技术 当我们开发出新技术或者做出新改进时 我们很乐意把技术转到这里 这样巧妹就可以用它们研究中国的问题 我们当然也对这些问题和结果很感兴趣 我们想看看 比如尼安德特人分布在欧洲和阿尔泰山脉的年代 你们中国的人群分布在哪里 我对这个很感兴趣 也希望巧妹能用我们的技术回答这个问题 你认为中国在古DNA研究领域最有前景的是哪个方面 如果我没弄错的话 中国地域辽阔 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但人类的历史也是与灭绝的动物相关的 比如熊猫的历史等等 有很多有趣的问题 这有点像 古DNA技术是一项可以广泛应用的技术 也有点像考古学中的探定年法 可以应用于很多不同问题 比如说 古DNA技术还可以应用在病原菌的演化中 看几千年前存在哪些细菌和病毒 中国境内存在尼安德特人吗 这是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 古DNA研究的工作将尼安德特人的分布地点 延伸到了西伯利亚南部的阿尔泰山 距离中国很近 尼安德特人可能出现过在中国 而古DNA的研究将在未来回答这些问题 比如历史上有哪些人群消失了 比如在五万年前或十万年前 这些消失的人群与尼安德特人是什么关系 他们与尼安德特人在遗传学上是否亲近 我们要进入最后一个问题了 您的著作尼安德特人 尼安德特人明年就要在中国大陆发行了 你如何评价自己这本书 你有没有写其他书的计划 没有 我不打算写别的书了 尼安德特人最后成了一个是叫非常私人化的书 记述了整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我一开始打算写一个严肃很多的科学书 但发现这样太无趣 工作量又很大 然后有一次我决定 不 我宁愿写一本 我的两个小孩长大后能看懂的书 这样他们就知道 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在做什么了 所以这本书更像是为他们写的 其他人想看也行 所以到最后 这本书的视角就显得很私人 私密 现在它已经被翻译成 16种语言了 我挺惊讶的